14的决赛局,小孩剩下最后两个币,左边日本的少年剩下最后一个币,这场比赛 赢了拿3000,输了拿600 今天晚上咱们熬夜熬到了凌晨两点钟,马上到两点钟了,熬了一宿了 但是不枉费咱们熬夜来播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精彩 你觉得这场比赛谁先赢,谁赢,是日本少年赢,还是小孩能赢 目前小孩跟ET最后两个币,日本少年最后一个币 这是3000跟600的对决,也就是说1500跟300的一场比赛 加油,小孩的手法身上了玛丽,对面的少年手法 没有了,纳吉德被干掉了,被玛丽打下去了 今天晚上小孩用玛丽干掉了少年的好多个纳吉德了 好的,特地抗他确认 这套BC连,18连之后,对方血量还有不到一哥了 防住,下枪队,对方能量反击,三气的海恩,小,哇擦,这个圣龙凹的 好,好在对方没有带BC,没有带打招,没有带打招 好的,抓头 加油,小孩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进了朋友给周波丽的关注,好吧 也可以看上咱们今天晚上的比赛来对于日本少年对战小孩 这场对决少年打得非常棒 一击之力把比分拉进了一分的差距,一个比差距 加油 希望小孩能赢得,刷个小孩,希望少年能赢得,刷个少年 好的,低头一次,玛丽现在还在这边,在板边做一个牵制 我要出去吗,不出去啊,直跳 回到外面,防守吗,防不住了,对方小跳动腿,打到一个蹲防不能 这套连之招又带走了 玛丽 欢迎大家回家 那现在的局面是来自于日本少年对战小孩的比赛 得比战是小孩的一个弱项 好吧 抢到一个先手 这里有三颗气 先用大招把对方雪梁打下来再说 没有天马刘青泉 漂亮 扭了个屁,给小孩刷蛋 恭喜小孩拿下了少年最后一个B 东西 带来说 好 fff